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動畫動穿牆。大家好,又是我,又是我在這裡發瘋,跟大家講一下我個人,過去在香港做動畫的一段歷史。 從我的第一身經驗,反映到香港的漫畫人去做動畫的參與過程。 過去我們再數下去,我正式和漫畫人合作就是黃澤先生、黃玉郎先生。 除了這兩位是漫畫界的泰斗、巨子,老夫知誠五十年歷史。 黃先生更加了,小流氓大家看,由幾歲看到現在的。 在香港的漫畫題材,我們也是和很多的漫畫人聊過的。 包括金小文,金小文老師,牛佬古惑仔。 但是很可惜這兩個題材,都是給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是,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應該是叫漫影網。 之後我會開一集去講的。 因為漫影網都是香港人開的。 只不過是那時候大家的路向不同。 我們也是和文化傳訊。 我們也是嘗試做Fill 100的感覺。 也都試過去做,李智青、菁兒的射雕英雄傳的漫畫。 在那時候,除了這些漫畫題材之外呢。 我們還有兩個題材,我們真的和他們合作了。 其中一個叫做佳燕媽媽。 佳燕媽媽。沒錯,是和佳燕小姐合作的。 我之前上一集也講到,我們那時候和黃玉朗先生合作, 他希望我們做港產漫畫的風格。 我們做了《龍虎五世》的樣片。 用九個月時間。 也做了《神兵延期》的第一集。 也真的用了九個月時間。 也和黃玉朗先生做過《神兵延期》的大電影。 但很可惜,商業合作不成功。 做了一半,我們推出了。 頂不住了。 可以跟大家說, 港產的漫畫,包括《孤雅仔》。 當然,馬Sir的《風雲》更加。 將它變成動畫的風格是相當困難的。 有能力的人員是有限的。 在取捨之下,我們會選一些比較容易做的題材。 在商業上,也是沒有那麼複雜的題材去做的。 黃澤的《老夫子》系列,我們上幾集也說過。 黃玉朗先生的情況也和大家交代過。 一大串的樣片,都放在我們眼前。 任我們選擇。 我們挑選之後,都覺得是否決。 我曾經有一次在一個商場, 我看到嘉燕姐在做Promotion。 當時有一個叫做補習社, 兒童興趣班的生意。 我看到嘉燕姐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她有一個公仔? 嘉燕媽媽將薛嘉燕姐的樣子, 是Q版化。 Q版化。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形象是很適合做動畫的。 那我就回到公司, 和我方先生也好, 和我做光碟的partner, 談也好, 我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有這樣的提議, 既然現在的題材好像是, 雖然很多, 但是選擇不下手, 不是選擇不下手的, 是種種條件。 那似乎, 嘉燕媽媽, 對不起, 嘉燕這個形象, 當然她真的叫嘉燕媽媽, 那個Q版人物, 好像有一想, 那時候嘉燕姐很紅, 當然現在也很紅, 嘉燕姐出生的場合, 哇, 人山人海, 她不單是有家庭主婦, 主婦, 主婦的粉絲, 小朋友也有很多粉絲, 很多粉絲, 因為她做這些兒童生意, 我們就嘗試找嘉燕姐出來談, 我記得是通過一位陳先生, 我們後期的合作夥伴, 最後還跟我們做了partner, 還跟我們本人做了partner, 後面的事, 他在娛樂圈也有很多人, 我跟他提起這件事, 他覺得可不可以, 嘉燕姐出來聊天啊, 我們叫他刺哥, 刺哥陳先生, 刺哥他很幫忙, 幫我們約了, 當然大家的生意會往來, 刺哥幫我們約了嘉燕姐, 我記得那時候在崇江那間酒店, 忘記哪間酒店, 喝下午茶, 嘉燕姐一個人, 我跟方先生兩個去見面, 其實那時候我也很鎮鎮鎮鎮, 華家燕姐其實, 不是天王巨星, 都是巨星, 但是傾樂, 嘉燕姐很nice, 真的很遷就人, 很遷就人的, 我跟他說我們的idea, 我們說我們是做動畫的, 想跟你合作, 買你的版權, 去做動畫片, 阿家燕姐一聽到, 嘩, 很開心, 很開心, 基本上去到最後, 阿家燕姐的版權, 當然他有專人打理, 他有專人打理他的版權, 他跟我們談的條件很寬鬆, 真的很寬鬆, 所有的錢, 是最後才談的, 首先談了怎樣合作, 他付出什麼,做什麼, 他幫到什麼手, 他說出來, 很多提議, 去到最後, 你說多少多少, 就是那一隻, 所以在這裡, 多謝嘉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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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做了, 13集的嘉燕媽媽動畫片出來, 那時候的創作就是, 難道張佳戴歡喜的故事寫進去嗎? 沒有人看的嘛, 電視也有看的, 那我就將他, 我看到他有幾個, 在他的卡通形象, 旁邊有兩個女孩子, 一個男孩子, 其實是他的親子女, 親子女, 亦都是將他的子女, 他的樣子, 很像樣子, 我問他, 可不可以將你們, 三位公子, 千金的樣子, 拿來做角色, 嘉燕姐當然說, 沒問題, 拿去, 連隻貓都做了, 真的有隻貓, 把貓拿來做, 就做了一個, 叫做Sitcom, 叫做, 嘉燕媽媽的動畫版, 那時候我就, 創創的時候, 我想一下, 做什麼題材呢? 那時候就將, 啊, 啊, 嘉燕姐, 做一個城市的女超人, 因為她以前是合女, 合女來的嘛, 七公主, 七公主和合女, 那她遇到一些困難, 她就會變身, 做一個媽媽超人, 這樣就搞笑, 也挺受歡迎的, 看得挺開心的, 其實, 那時候, 就是, 超人特工隊, 當然, 別人不是抄我, 魚有女童, 實在有巧合的, 她那時候, 做了十三集的片, 她跟我說, 她要親自配音, 沒錯, 嘉燕姐親自配音, 不收錢, 哇, 我們非常感激, 嘉燕姐, 我們只是給居馬費, 像是精釋的, 嘉燕姐也是非常專業, 不會遲到, 只有NC再來過, 遷就的期, 因為我們是兩集兩集出的, 遷就的期, 遷就到我們很遷就我們, 甚至, 她出浮, 有一次我記得, 我押後出浮一天, 那天你配音可以嗎? 哇, 我們非常大的面子, 關燕姐, 真的不歸了, 那就出了十三集, 那, 因為嘉燕姐, 那個, 朵, 朵挺響的, TVB一聽到, 立即打電話來, 喂, 我要買, 呃, 呃, 即是, 給一個, 那時候叫動畫片的, 最高, 最高的那個, 的收購價呢, 是給我們的, 那當然啦, 難道我買給, 那時候買給, 那時候買給亞時嗎? 那TVB一定買的啦, 那, 那, 嘉燕媽媽這個節目呢, 是我第二個監製的節目呢, 即是我們有份取制作的節目呢, 是在TVB播的,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呃, 呃, 第二個就是嘉燕媽媽, 那時候看, 雖然在兒童時間播啦, 哇, 非常之有沒足感的, 真的非常之有沒足感的, 那好吧, 說到這裡了, 第二個, 我們落實了的, 真的去, 投資去做這個, 呃, 呃, 動畫, 那個樣子, 即是, IP做這個, 這個, 這個項目呢, 是另外一個, 的, 漫畫人員, 但是這個漫畫人員呢, 就不是香港漫畫家, 是一個台灣漫畫家, 他叫蔡志忠先生, 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那個故事呢,就是, 嗯, 我們在過程中間, 看到, 就是有很多的漫畫人員呢, 是, 我們, 跟我們, 去聯絡看看, 有沒有, 到行為合作呢, 那我一大串做, 一大串養片, 那, 都是, 都是難以取捨,我們其中一個項目就是做了雞媽媽 第二個項目就是我們經過朋友介紹 我們朋友現在都是在漫畫圈上相當有份量的朋友 我亦不開名字 他說你既然想和漫畫家合作 除了是香港漫畫家有沒有興趣和台灣漫畫家合作 他認識一位蔡子忠的老師 他畫了一些比較古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漫畫 不過是以一個Q版手法的樣子去表達的 蔡子忠先生最主要的漫畫就是 《老子》《莊子》《孟子》《孟子》《孫子》《閃雪》《蔡根譚》 大家在書局一定有蔡子忠先生的漫畫 那些漫畫其實是很簡單的 一個短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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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道理 譬如論語和《孟子》一些道理 把一個道理白畫化去用漫畫去 一個比較靈活的手法去表現這個道理出來 我們看到這些線條很簡單的 而在製作方面 其實我們基本上可以跳離故事版的程序 因為故事版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程序 我們直接用這個漫畫去演變做這個故事版 再加一些包裝的東西就可以了 還有在製作方面 因為它是比較靜態一點的 不是說經常都要動動 像神兵延期 要打 老夫子要做一些很滑稽的動作 那些不是 它全部是以內文的文字 對白去取勝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意境 意境 那些叫劉白 什麼叫劉白呢 因為蔡子忠先生的漫畫 裡面基本上是 沒有一個背景 那些背景是很簡單的 類似一些國畫的性質 我們試一下做 我們試一下做 我們就抽取了在蔡智忠老師 一個漫畫題材叫做 《史記》 《史記》裡面 是其中一個故事 叫做《無水自戰》 《無水自戰》 我們就把《無水自戰》這個故事 這個漫畫這段 變成了動畫 讓蔡智忠老師看 講到這裡 這一節就完了 我播放《無水自戰》給大家看看 《無水自戰》只有國語版本 因為蔡智忠老師是台灣人 我一定要做個國語版本給他 在做了《無水自戰》之後 發生了一些很巨大的故事 也是爆內幕 趙惠文王九年 秦為趙都城邀郸 你做特使送到楚國去請救病 是 我要选二十个财略兼备的人跟我到楚国求救兵联合抗勤 要以和平方式完成任务 不然只好在楚宫侠楚王和谐盟室 经过一番挑选终于找到十九个人 这时有个叫毛隋的时刻走到平原军面前 听说去楚国帝盟还少一个人请允许我补此圈以便成行 你在我门下多久 三年 一个贤者有如铁锥放在袋子里尖锐的地方会马上露出来 你在我门下三年我从来没有听人称赞过你 不不不 今天我来就是求您把我放在袋子里的呀 若是我早有被放在袋子里的机会将不只是尖锐穿漏而已 好 那就给你个机会 谢谢 于是毛隋跟平原军到楚国请救兵 平原军和楚王商量联合抗勤的事可谈了半天没有结果 说了大半天还没说动楚王啊 我上去跟他说 关于合作的厉害是两句话就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谈了这么久啊 那位客人是干什么的 他是我的随从 我跟你主人谈正事 你打什么差还不快给我下去 好 大王你之所以呵斥我毛随时仗着楚国强大的威势 现在十步之内里无力反抗 你的生命就操纵在我的手中 我的主人在你面前你这样呵斥我干什么 商汤以七十里统治天下 周温王以百里号令诸侯 这难道是他们士族众多吗 那是因为他们能够靠现在的情势振作他们的威武罢了 目前楚国拥有五千里地 加上百万雄狮 这是称霸天下的大好时机啊 白旗只是一名小将但他率领几万情敌来跟楚国作战 一战就攻下两城 再战反回楚国的仪灵 三战侮辱您的祖先 这是百代不解之仇 连赵国都替楚国感到羞耻 您是因为储君却不为耻吗 你要清楚何宗王就是为了楚国并非为了赵国 是是是 你说的对极了对极了 我们楚国愿意跟赵国联合抗秦 何宗的事就这么决定了 一言为定 快拿激勾马血来谢谢 我们大家喝血以表示合纵的诚意 合纵就这么完成了 你们十九人也应互相喝血于堂下 平庸的你们真是因人诚实的人啊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韩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泄 故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